HELLO 你好,我是萊斯 官方在昨天的時候又再度說會調整駭影 主要原因是原本官方是打算強化駭影 但是在近日PTR的改動中 有不少玩家表示駭影其實是變弱了 而不是改強 先前PTR修改了駭影的隱形技能 增加跑速從75%改成增加了50% 就是總體降低25%隱形跑速 取而代之的是無限時間的隱形能力 但並不能在隱形狀態下推車、卡車或是佔領防禦據點 相位轉換器則變成可以被破壞也可以自己取消 隱形被聽到的距離從2公尺修正為4公尺 以上是最近駭影PTR測試修正 但是在7月3號的時候 Geoff Goodman發文表示 他們準備要對駭影做另外一輪技能測試 這個技能測試將在最近PTR上限 改動的項目有 駭影被發現的距離又從4公尺改回2公尺 相位轉換器現在不需要往轉換器看 只需要按下互動按鈕就可以直接銷毀 如果是站在新美塔的傳送門上 這樣會先觸發傳送門傳送 而不是相位轉換器摧毀 當然如果你一直站在門上 就會一直用門戶相互傳送 而不是摧毀傳送器 且相位傳送器的聲音 現在要幾乎站在上面才可以聽得到 在駭露的過程中 現在可以順便阻止目標的換彈動作 這改動蠻有趣的 用駭露斷換彈感覺就很有技術 大招EMP現在新針對哈蒙德的地雷有效果 但是並非是直接銷毀地雷 而是讓地雷無效化10秒 順帶一提 目前哈蒙德的地雷持續時間是20秒 不過駭露個10秒也是很夠用的 目前不確定用引爆方式的掃雷手段 在被駭露後會怎麼算 例如說原本萊茵哈特舉盾靠近地雷 殘牙塔開大小美冰箱 原本可以直接把地雷撞爆 而被駭露理論上是不會引爆 不會引爆的狀況下應該就無法被掃雷 而是在地面上不會觸發爆炸 如果是這個情形 感覺某些時候戰況會更複雜 原本駭露放EMP是可以暫時輕一個空間來會戰 但是同時可能其他隊友在第一時間用了掃雷手段 導致人家的掃雷手段失效 10秒後的威脅依然存在 如果是這個情況 當駭露EMP和和尚超凡入勝同時開下去 現場應該就是一陣尷尬 Geef Goodman表示 他們正在評估總體的改變 但是駭露不太可能 讓他改回隱形時有額外75%的跑速 甚至也不會還給他可以在隱形中卡點的能力 這兩個能力對於永久隱形的設定來說有點太威 這次PTR修正的最終目標是讓駭露在整體上變強 儘管這些改動 可能會讓他在某些場合稍微的變弱 當然討論區那玩家對他最後這句話有很大的反應 蠻多人認為駭露現在就是幾乎所有狀況下都變弱了 好啦 這次的PTR更新預告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接收通知 這樣有新的影片才會通知你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